iPhone 12系列已經正式發佈 首次全系列支持5G 支持20WPD有限快充 並帶來了全新的MarchSafe磁吸無線充電技術 就關於全新的MarchSafe磁吸充電技術 那麼它帶來了哪些不同遺忘的體驗 今天是我們要說的主題 在2017年的iPhone 8開始 蘋果就在所有的iPhone機型內加入了無線充電功能 與其他手機無線充電方式使用方式接近 放置在無線充電器上即可開始充電 蘋果看好無線充電功能 但坦言無線充電依賴於發射線圈與接收線圈的對準 傳統無線充電器無法達到隨手放置最佳的效果 放V了會帶來無線充電效率降低 功率上不去 充電慢 發熱嚴重的問題 作為無線充電發展也帶來了不佳的體驗 蘋果從更元出發推出了全新的MarchSafe磁吸充電技術 以解決傳統無線充電的糟糕體驗 iPhone 12手機周邊配件充電器上 均帶有MarchSafe磁力部件 以達到自動定位對準的效果 iPhone 12、iPhone 12 mini、iPhone 12 Pro和iPhone 12 Pro Max 均搭載全新的MarchSafe磁吸充電技術 從iPhone 12透視圖中可以看到 MarchSafe磁吸充電系統部件結構 獨特的繞線線圈以承受更大的接收功率 通過納米晶面板捕捉磁通量 並採取改進型屏蔽層以更安全的接收無線匯充電 在無線接收線圈位 集成了一圈圈密密麻麻的磁鐵陣列 實現於其他磁吸配件的自動對其吸附 進而提高無線接收效率 還配備了高靈敏度磁力增 感應磁場強度變化立即做出反應 使iPhone 12系列能快速識別磁吸配件位 無線充電做好準備 從iPhone 8搭載7.5W無線充電後 歷代iPhone無線充電功率均止不於7.5W MagSafe磁吸充電技術將無線充電性能提升至雙倍 最多功率達15W 除了磁吸充電外 iPhone 12全系仍支持通用性廣泛的 KWi無線充電技術 功率最高達7.5W 用戶需要更快的充電速度 可以使用原裝的MagSafe磁吸充電器 而市面上廣泛流通的KWi無線充電器 一樣可以繼續使用 MagSafe磁吸充電器 相比傳統充電器使用上有較大的區別 外觀方面 磁吸充電器有點像Apple Watch的磁吸充電器 金屬殼體呈扁平圓形 自帶一根充電線 體積小且輕便 iPhone 12放置時 MagSafe磁吸充電器 因為強大的磁吸充電器 直接彈起 自動於手機上的磁環 對準並且牢固吸附 發射線圈與接收線圈達到 人手放置無法達到的毫米級對準精度 從而實現高效率大功率充電 因為帶有磁力吸附的關係 iPhone 12系列在磁吸充電器上 通過充電後 無法像以往無線充電那樣 隨意拿起手機就走人 需要人手分離取下磁吸充電器 這一操作與Apple Watch的磁吸充電器相同 無線充電系統相比起有線充電 具有隨放隨充的應用性 但隔空傳輸能量過程 十分依賴發射線圈與接收線圈的精準對位 蘋果將磁吸技術應用到無線充電上 徹底解決了無線充電難以對準的切骨難題 不存在放微的可能性 讓無線充電效率達到了最佳化 提升無線充電功率也變得可行 讓這一代iPhone 12系列無線充電功率 從7.5W翻倍至15W 大幅度提升了無線充電速度 接受用戶等待時間 MacSafe磁吸充電便利的吸附 可以開發出更多可能性 對於配件來說 MacSafe磁吸充電還可以支持 可為無線充電標準 意味著第三方廠商可以自行 開發7.5W可為標準磁力無線充電器 與其他的配件 日後相信蘋果也會開放 對第三方磁吸配件市場 並將引雷爆發 最後iPhone 12系列的發布 再一次帶來了史上最強的iPhone 5G網絡 專業的射銷系統 5nmA14強悍性能 以及充電方面 有線充電支持20W的PV快充 無線充電則是大變革 全新開發的MacSafe磁吸無線充電系統 奔向用戶體驗 讓線圈自動對準更加方便運用 並將無線充電功率翻倍提升至15W 且兼容7.5W可為無線充電標準 無線充電無線可能 MacSafe磁吸無線充電 將改變人們的使用習慣 提升iPhone碎片化充電體驗 不管是市場還是產業鏈 都將迎來一定的變革 好了今天的內容就這麼多 歡迎關注點贊和留言互動 下期內容我們再見